风鸣器发出声音 风鸣器发出声音 它是一个类比信号的一个输出 类比信号的输出 所以我们来做一下 一样开启一个空白的Arduino IDE档案 我们在最前面加入 这个是变数,INT是整数 定义的1,2,3,4,4,4 四个变数 然后风鸣器它是使用GPIO25的角位 那它也定义了LEDC channel 0 好,这个是时间 间隔的时间吧 好,被死了 这个450 这也是一个变数3 我们就把这一串 复制起来 加到最前面去 那接下来是 所谓的 所谓的 你看它在 Analog Write 就是类比写入的一个函式 那专属 所谓的 事实上如果在 在Arduino上面有所谓的PWM 但是在Arduino IDE里面 它的数位针角 要当类比来用的时候 它们使用的 就直接是使用Analog 类比 然后它的写入函式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串 一样复制进来 把这个函数 因为待会 我们要让风鸣器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定义 最大 你看这最大 255 0到255 然后它会写入 所以我们把这个 函式 加到 一样加到 刚才的程式后面 在SetUp前面 然后在SetUp里面 加入一样 这边我们要为了 要显示出说 我们风鸣器正在运作 所以我们先 CeliaPod 一样定义 它的暴率是15200 然后我们会用到 LED燈SetUp 加上这几个变数 然后它的Pin角是25 然后使用这一个 类比输出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三行加入 那你一定会问 我可不可以不要看CeliaPod 可以 如果你把它拿掉 它就不会显示了 好 就不会显示 好 那接下来在 LookUp下面 加入这一串 很是 看这CeliaPod 那Print 告诉你说我们的 蜂蜜器测试 然后 它从最高0 刚才Butt是3 前面是3 0到这一个值小于3 表示它做了几次 至少做0,1,2 三次 然后累加 做三次 然后呢 它又重复做了什么事情 Fore Fore 两个Fore 0到255 加 然后 做完之后 analog写入 把它写进去 所以类比写入写进去 然后重复运转 接下来它又从0 从255到0 0到255 重复做一次 然后 Delay 30微秒 30微秒 然后 又在CeliaPod 拉一盏空白 重复写 Delay 1秒钟 就是 这个loop 重复再Delay 1秒钟 所以我们把这一串 再把它复制起来 把它复制起来 到 Lulup里面把它贴上 如果你要存档 你也可以先另存新档 好 那我们就直接用 预设的 就好了 因为待会会清掉 编译看看有没有问题 编译 编译完成没问题 输出 好 这时候我们就听到 风鸣器在叫 好 为什么三升 前面 BBB 我们这个 B-O-U-T 刚才前面是3 我们说这边重复三次 它发生 0到255 好 这是它的叫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Serial Port Serial Monitor Test 每发出一次 它就打一个点 好 这个就是风鸣器发生 发出类比 类比输出的一个做法